文化很有事 真的很有事 我是周明轩 我们一起来搞事 欢迎光临文化夜总会 我是安心 我是唱爱 今天是我们的第24集了 又是一个第二季了 好快 对啊 我就想 因为我做了这个节目之后 我们就开始认识到很多 全台湾各地的一些文化 风情啊 甚至是景点 我前一阵子 我终于睽萎了十几年 我重新再回到大稻城码头 我超久没有去了 我那时候去其他县市工作 之后就在里面去 然后现在回来台北了 前阵我就回去看 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以前就是码头就是码头 庙就是庙 狭害城隍爷 但现在已经多了很多 可以骑脚踏车 也可以去那边吃东西 也可以在那边逛老街 也可以买中药 好好逛哦 蛮好逛 可是安心你这样讲 我小时候其实大稻城码头那边啊 是可以你知道 台语有一个叫医疗 就是坐堂椅 然后在那边刻瓜子 听歌 专门坐在那边 对我小时候 爸爸有带我去过 那时候都很多士生哦 就是在现在大稻城码头 就是外面 就在河边 真的我小时候看过那种容景 就是那种的悠闲情景 然后稍微的再改变一下 变成现在的一个休闲游戏的地方 就是大稻城码头现在一样貌 然后你想要做什么都可以 文青你可以在那边找到你满足的 然后如果是伯伯妈妈更好买 那个我妈还在那边买了花布 你知道吗 客截和花布 她就直接买起来了 其实那个以前我们都叫 就是那个一直以来 它本来就是一个花布的工艺 就是布装啦 就是布料的工艺 所以说当你听了节目之后 你再去造访这些地方 你就会很有感觉 这就是我们文化业总会 就是带给大家一个很棒的体验 那所以说一定要仔细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因为今天节目呢 我们会带给大家 包括大稻城一代 接下来文总会有很多重要的活动 以及呢 今天我们会跟大家介绍的是 新火嘴杂志的最新一期的精彩专栏 有哪些内容 我们现在进第一个单元 文化很有事 今天的文化很有事呢 我要跟大家讲一个 应该说是最近比较夯的话题 对不对 就是因为美国大选也结束了嘛 那民主体制可能还有很多的细节 要去处理掉 但是你知道台湾第一次 有选举是什么时候吗 这个啊 我看很少人说过 但是啊 这是我们腾 跟我们话也怎么会安心 这个我们要特别来讲 就是在1935年的11月22号 我们节目啊 播出的第二天 我们这个礼拜天早上也会播 对吗 对对对 11月22号 如果礼拜天听到的这个上午9点 听到我们节目的好朋友们 就在今天11月22号 1939年 1935年的11月22号 是台湾首次有民主的选举 我以为是我们选总统 黎登辉那一届才是第一届 原来不是 在台湾这一块土地上 是曾经有过选举的 所以那时候还是日本时期吧 在日本时期哦 在日本那个时候其实也要选议员啦 这个曾阿陶和一些在地的一些 一些有分量的一些民意代表 那那一年啊台湾要选举 而且啊日本非常的进步 在选举的前一天跟前一个礼拜 他们开始在 因为大家不晓得什么叫选举 什么叫自己的权利嘛 但是那时候日本明治违新 所以呢他也在把这个民主制度 放进台湾的这块岛屿来 然后那时候要选举的时候啊 大家都不知道 于是他们就觉得 问我们来预演一次 就开始开了好多好多的等逃的会议 告诉大家说这是什么样叫选举 选举的过程是什么 你要带你的证件来要登记 你怎么样投票 那我会怎么样唱票 而且还有这个模拟 你看人家那个时代 是很真正的在实施民主 不是在那边画五二的这样子 所以那时候是日本时期 那台湾人台湾人也可以选吗 还是只有日本人才可以选 可以就是 其实那个时候没有所谓的分台湾日本 大家就都是同一个国家的人 那在那个时候我听了 陈佩今天准备的这一张 就是当时选举看开票 有票鬼怎么样来做这个创票 然后他们怎么样进场 搬个西装啊打领带啊 然后选举人的清测我要来看 你怎么领票选票的样式怎么来做圈票 然后当时这个那个投票的这个目标 还是他们做得非常非常的优雅 这就在 不愧是日本人耶 1935年耶 真的啊 台湾人都可以 就是当时的台湾人啦 就可以在这边做投票 你只要是25岁以上 你有独立生计 然后你也是可以缴税的 一定的额度的男性 当然当时还是有一些这个性别上 不过那个年代台湾有了第一次的选举 那当然就是说议员选一半官派一半 但是这个就是在台湾这块土地的历史上 第一个民主投票 哇这个实在是太难得的照片了 非常的难得 人家还做影像耶 还做记录耶 这个是不是很进步 而且感觉是挺不错的 就是大家都有机会来选出自己投出自己的一票 那时候台湾的某种程度 台湾的民主意识 那个时候已经有一些基础在了 就代表你可以拿出你手中的一票 选出你喜欢的人 就算你不知道那是什么 当时的政府他做的教育非常的成功 就告诉你什么叫做投票 什么叫做民主 我们怎么来操作这个制度 而且那个我还记得 他我在看这个文献的时候 他在这个193511月22号的早上8点开始投 下午大概四五点 因为大家第一次投嘛 就这样接头向尾 开票 就在那边看监票 我觉得那个时代还不错 其实到现在也是一样啊 对不对 那11月22号我们的首播日啊 他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 是哲学家吗 还是要叫他法律的 11月21号是我们的首播 那我们的重播是11月22号 刚刚讲的是11月22号 那我们要回到礼拜六这天 我们的首播日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我要讲一下 安心你看了 莱特兄弟我们都知道发明了飞机 但是热气球 你看台湾在这个台东很停热气球 土耳其也很停热气球 但是这热气球到底是谁发明的呢 在1783年那一天的11月21号 这个法国啊 这个蒙哥尔兄弟 他们就发明了这个热气球 那当时在发明的时候啊 第一个他就是在 先载物品 然后后来在三个月之后 觉得很稳定就开始载了 很厉害耶 它900公尺耶 900公尺高 一开始它是运货的啊 对 它先运货测试一下 大概三个月没问题了 就可以载人上去 这是法国 对 900公尺高 然后大概飞行了大概9公里 然后这个飞行时间大概25分钟 你这个图啊 你这个图是他当时设计的样子 它就真的长这样 他们当时法国人画的 做这些事情都会有人记录 对 很有趣吧 这个我是觉得哇哦 好酷哦 好好玩哦 而且那时候如果有拍照技术的话 这个热气球不得了 1783年 1783年 那时候应该还是很简单的 很简单的投影技术 对 好 还有什么呢 在11月22号 21号 21号 1694年的11月21号 有一个很有名的 我们都比较知道 他是思想跟哲学家 叫福尔泰 我先睡一下 福尔泰 我先要这三个名字 我觉得哇好难哦 其实哦 这个整个欧洲 甚至于到亚洲的一个民主的进程 福尔泰都有一个很重要的历史定位 因为他是倡导民主的人 那当时在法国 你记得我们节目在开播的时候 有讲那个巴士礼监狱 对 法国大革命 因为他被关过耶 他被关在巴士礼监狱过 亲自住过 他住过 他住过 他为什么住过呢 因为他就在批评啊 当时这个法国啊 王室 非常的淫乱啊 那种非常的 他也是真的啊 也是真的 那他就不容易当局嘛 他就被关起来 所以他那个时候 他一直非常的崇尚英国 他是一个非常肯定英国 这个 那个民主法治的人 那他也非常的痛恶 痛恶这个君主的这个制度 但是我也是觉得很有趣 他讨厌君主制度 可是他非常喜欢英国 对耶 英国到现在都还是君主制耶 好 没有啦 他是那个总理 只是说他的这个君主还在 他还有一个国王存在 对 他还有一个国王存在 他当时讲过一句话 我觉得这句话到现在 还是非常的有用 他说 我们宁愿啊 错放 不放一个犯人 我也不要冤枉 任何一个无辜者 他那个18世纪的时候 说这句话 对 所以其实福尔泰 真的是一个在民主进程上 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家 对 那另外还有一个 也是在11月21号 他非常重要的 对台湾而言 他就更重要 他叫做巴克里牧师 巴克里牧师啊 如果是长老教会的好朋友们 我们的教友们一定会知道他 而他是这个创立台南神学院的人 他在1849年的11月21号出生 是他的生日 是他的生日 然后他26岁 他就来台湾台南 好年轻哦 他就这样子 从英国26岁就跑来台湾 是 然后他来了台湾台南 台湾台南之后 他就丢了啊 然后他就真的创立了 第一个这个西方 完全西式的大学 就是台南神学院 他同时也办了台湾第一个报社 在办报 要说台语 说台语 而且他还发明了 其实 现在长老教会在 《塔吉雷圣经》的时候啊 都会用这个台语来 来那个罗马 罗马拼音 罗马拼音 来为台语来做一个步道 其实就是他发明的 在台南 台南的 台南市文化中心的对面 有一座公园 它叫做巴克里公园 就是纪念他的 对 就是纪念他 这边可以看洛宇松 他大概在1935年的时候 大概10月他就去世了 他就 他就来台湾 就奉献了他60年的光阴跟生命 所以对台湾来讲 他非常的重要 他不只是对于这个基督教 基督徒 还有我们的长老教会 他留下了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传教 甚至于一个教育的记录 他也为台湾当时的一个 知识水平 他都把它给拉起来 所以台南这个文化古都 可以有很好的风华 或者是教育非常的普及 其实他要算上很重要的一点 而且你要想要一个英国人 英国牧师 他对台语的了解 比我们还厉害 他们讲台语都超厉害 你看很多来台湾 在很多偏乡的牧师 包括说马街 大当时来 他都是讲台语啊 对啊 人家还编了个台语发音的圣经 还有一些华音字典 都是他翻译出来的 真的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人 难怪台南有很多的建筑啊 学校啊 都是会纪念他 巴克里牧师 对 巴克里牧师 这是我们今天的文化很有事 欢迎回来文化业总会 我是腾埃 我是爱心 今天我们的明月来做台 还有要请到我们星火雪的总编辑 律群 律群好 这次的主题是 请回答1985 这次第20期的星火雪出刊了嘛 对 已经主题了 那主题是 请回答1985 为什么啊 为什么要知道字 大家应该知道这个梗吧 就是韩剧啊 韩剧吗 请回答1988 1988 对 听到他好像好几个人 有 他其实还蛮有 好几档的 对 对 这个其实是一个 我们做了11位 1985以后出生的文化转分创作者 就是做11个这样子的年轻的人 那其实 所以 当然你知道我刚刚这样讲的就是一个很长一串很长的叙述 所以后来 呃那个就 come out一个这个 名字 就是请回答1985 就希望他们可以回答一些我们的人生疑问啦 我看到这个1985的这个请回答1985 然后知道说其实这个里面的主角就是1985后的时候 我就一直在想说你知道那个心里啊会被那个冲击一下 就像那个去骑衣小猫说撞上二次青春期的那一个时段 OK 我会觉得为什么为什么是1985然后觉得自己整个发生的 这是一个数学问题因为35加1985就是刚刚2020的啊 哦这样子 这是一个数学问题 OKOK 1985年以后出生现在最大多过才35岁嘛 那你不要讲最小 如果说有一点成绩出来的话 大概在20出头岁 就是大学毕业24、25岁的时候 你可能会有闯出一些成绩 那我就是想1985 你如果早几年出生我是可以被算在内的耶 为什么选1985 你为什么不选1980 或者是1990 就35岁啊 练取1980 我只是想练取 198040岁也很多啊 为什么是1985 我觉得35岁是一个有趣的点啊 就是说 呃 他其实还没有到像40岁 我觉得人到40岁 我自己40了 是一个坎 我觉得不是 要说坎吗 应该说40岁是一个 是一个转的点 就是你的人生 我真的觉得会甚至像二次青春期 会有一个第二次的转过 人生观或是价值观 或是什么 会是有一个改变 其实会有的 嗯 在那个年纪会有的 我要跟大家讲一下1985 我们先帮大家脑补一下好了 1985是民国74年 嗯哼 因为这样我会觉得 哦 大概自己那时候大概几十岁 那我讲一下 1985那个时候的总统是蒋经国 OK 副总统是李登辉 行政院长叫于国华 特宝大有没有听过 有有有 那在那一年啊 就是杨翠的 现在出版会的主委杨翠 他的阿公杨奎 嗯 文学家 很有名文学家 那时候去世 对 嗯 然后那一年 玉山国家公园成立 哦 嗯 就是帮大家讲一下 那一年大概有什么 一些文化的事情 像中的1985的意义是什么 你知道吗 山下至九出生 哦 哈哈哈 我们会出杰尼斯的 山下至九刚出生 好哦 可是那一年的文化是 就是侯孝贤 他是在亚太影响 因为总统的假期 对 那有新家导演讲 对 对 他一直讲 所以那个1985 要帮大家 report一下 那一年大概一年 嗯 但因为你知道三 我回到刚刚就是说 他有让我问我说 为什么是三十岁 对啊 我觉得他是一个 很微妙的中间点 嗯 就是说三十岁的时候 其实你大概才刚开始建立 你的某一个稳定的 什么世界观 或是创作观 嗯 哦 三十岁其实是第一次的稳定 嗯 但是他其实接下来 在这十年中间 我自己觉得 三十五岁会站在一个 蛮有趣的转型期 就是说 他要开始成熟了 但是他还 又保留了一些 他年轻时候的 那种 不管是崇敬 或是天真 或是什么 所以三十五岁我觉得是一个 有趣的 嗯 点 这样 那当然我们这里面并不是全部都是三十五岁 嗯 也就是说三十五岁以下 嗯 那 他们 我们选的并不是 或是我们邀请到的都并不是 真的完全就是超级超级皆知相同的 嗯 但是他们在他们各自的领域都是非常被看好的 对 的一群创作者跟工作者 嗯 所以 呃 这件事情某程度就是我们有点期待啦 嗯哼 就是坦白说像我到四十岁了 我已经不是会被人家期待的那种了 就是我已经年纪很大了 没有必要期待我了 已经定型了 没有 也不一定是定型 即使没定型到了 我这年纪也不用期待我了啦 说真的 但是 三十五岁我觉得是 大家会对他们很期待 然后觉得是下一波推动 某一些事情的力量啊 某一些事情的力量 各种各行各业啊 各行各业的事情啊 就是 讲白一点就是要新的中间分子出来 嗯 我蛮喜欢刚刚丽群他 他为这个 来下一个毛病的毛 也就是说 嗯 三十五岁真的是一个转嫌 他 他 相对来讲 成熟了 对 但他相对又还蛮天真的 他又蛮天真 他还有保有那一种 当时在 呃 很从直撞的时候留下来 觉得我还要再继续的 努力一些什么 对啊对啊对啊 所以其实那时候规划是说 坦白说四十以下 我自己觉得没有什么 因为四十以下就是说 很多大部分的人都是 四十以下 那三十五我觉得是一个 很有趣的一个东西 他不是那么的理所当然 可是 有 你讲三十岁以下 二十岁以下 四十岁以下 好像都很 三十五有一个 有一点点觉得 他们有一种犹豫 但是好像又 唯一要开始那种感觉 三十五 对所以我挑的是 我们只是讲的是这个 我可以问一下 大地群的个人经验吗 你到三十五上下的时候 你人生有面与什么样的选择吗 我觉得没有 但是我感觉到的是 三十五岁以后跟以前 看事情开始不一样 三十五岁是人生观开始不一样了 到了四十岁的时候 那个转化的过程差不多完成 就差不多完成 我觉得这个年纪是一个正要开始转折的时间 所以接触的东西就很重要了 把他们转成什么样的方向 我觉得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路 不一定是他们接触的事情 就是说 这些人或是十一个人 他们其实都有十一种不一样的人生太多 然后他们有十一种不一样 看待他们创作的方式 是 那有趣在这 就是说 虽然我们会说三十五岁 还有一个共同性 但事实上 你仔细去看他们每一个人 还是会有因为他们 人生历程 原生家庭 不一样 而造成的一些 微妙的不同 他们有很多共同点 但也有很多不同的事情 那唯一一个我觉得 很有 还是一个很重点 就是说 其实他们都是很值得期待 我觉得应该要给 我觉得应该要常常的去 作为一个媒体 或是说什么 我们常常的去想一下心理 这个很重要 不然都是一些老面孔 然后在占据一些事情的时候 思考就会变浮浊 因为你知道吗 有些人比如说拿歌曲来讲好了 三十五岁以后 你就很难接受新的歌曲 可是在三十五岁以前 你真的可以接受 好多好多的新歌 对不对 你现在去回响 我们去唱KTV 我们是不是都在唱 我们二十五岁 KTV歌都不算是 对不对 所以说在各行各月 也就会有这种类似的状况 我们在三十五岁以前 说二十岁到三十五岁 在这十五年之间 我们可能就是像你们之前讲 会吸收很多的养分 然后接受很多新的刺激 然后导致我们以后四十岁的那个模样 对 就是它是一个第一次的转折期 对 所以但其实当然 我也必须承认说 它也并不是那么绝对 但是对于你做一个题目来讲 做一篇集来讲 我还是要有一个比较整齐的说法 把这个事情讲述出来吗 对 对 所以我们是这样的时间 那为什么会是这十一位呢 哦 就大家千万不要误会觉得说 好像这是什么 唯一只有他们 不是 因为坦白说各位会知道 我们有 我们资本是有限 对 然后时间 联络彼此合作 或许有一些人他刚好没有时间 他刚好不在台湾 或许他刚好有很多很多 尤其是现在疫情嘛 所以他刚好有很多的状况 他不一定能够进入 我们这次的企划 然后不一定没有办法 接受我们的邀请 所以不一定是说我们 我们这绝对不是说 哦 这个领域就是他 不是 而是说 这个领域有这样子的事情 然后我们把它们列出来 让大家看看 哦 我好像有很多 可能我还没有听说过 但他们好像还蛮有趣的 那透过他们作为一个引界点 或许你可以从这些人的身上 对他们工作的领域产生兴趣 比方说有些人是 呃 做 我们访问到了一个是佛像 一个很古老的装佛 装佛工艺的装佛师 那 那 或许在这之前 我们从来不会想到 看到佛像不会想到任何的事情 然后也不会想到佛像在人生 任何人的人生里面 有发生什么事情 但是他是一个 呃 在入港 做装佛工艺的装佛师 那 这个泉州派的装佛师 其实现在 呃 全国就据说是不到十位嘛 装佛师啊 装佛呢 其实就是佛像 他不只是佛像的塑造 他还包括整个佛像的细 他除了细致的工艺的完成之外 他还包括了科医 就是宗教上的科医 我要 佛像不是雕层 他就会成为佛像了 他当然是有一些他的 过程 过程 然后有要 有个人的纳宝嘛 对 其实大家会知道 会在佛像的中心 其实会都会放一些 呃 象征性 然后被认为是 有法力的 一些物件 就是会这个 装葬 对对 装葬 对 我怎么会讲纳宝 在讲什么 我想是纳宝 装葬 对 我真的非常对不起 我没有没事 我每天都在想什么 没关系 我们现在赶快回到 三十五岁以前的记忆 对 所以 呃 是这样 应该是这样说 那你如果做了这些事情的话 或者说 这些事情可能平常不会被注意到 但是我们把其中一位 我们很有趣的人 邀请进来 然后可能或许我们从此再去庙里面啊 或是即使你就是看 即使看佛具行 经过佛具行门口 可能都会觉得 诶 我想起一个什么 这个好像很有趣 对 对 所以其实不是 它不是说一种唯一或排除式的名单 其实它是一个 呃 我们刚好可以处理到的 但是其实前提还是希望大家都去 可以关心一些这些 关心一下这些可能或许你本来没有注意到的事情 没有一定要关心啊 但是如果你看到了你有兴趣 我们就会觉得很高兴 这样 嗯 其实我觉得丽群在策划这个主题的时候 非常的用心 因为这十一位年轻人 对我来讲就是都是年轻人 其实都各有领域 对 但你说他们年轻吧 他们做的事情 其实不一定是所谓的年轻 就像刚刚丽群提到的 她才三十二岁做这种感觉 很像是长辈们在做的传统艺术 因为文总在做匠人魂的那些系列 因为就是有遇到这个状况 就是像庄佛也是所谓的匠人 都是郭报级 那像曾经我们做过一个专题 叫做哨脚啊 做旗袍啊 做鼓 其实那一代的老人家都在凋零 对 所以我看到就是中卫这边 他来 就是说你们去访问他 对 然后我真的觉得这个主题很棒 对 可是再看一下其他的主题 其实就是我们台湾现在的现象 有年轻人他愿意去重鼓 有些人他愿意去做创新 对 而且有一个重点是说 其实你如果去看的话 你会发现他们对工作 他们对他们这些工作的想法 跟想象 其实会跟以前不大一样 跟我们传统认知的不大一样 就是说 比方说做编辑 或是做设计 或是画漫画 或是写作 其实我们常常都会有一个固著的想象 就这些人都应该是什么样 其实没有 他们会 你去看 不管他们的照片 还有他们生活中的一些细节 其实他们都不大会像以前 所以就是不要太去想象 不要那个有些时候 我们可以有些新的想象 对这些职业 或是对所谓的文化工作 其实有一些新的想象 他们都非常务实的 都很务实 他们基本上 我们都不会看到有很多 他们不会有个共同点是 很少有人会讲一些很 好像很 漫无不找的编辑 对或是说好像很 也不能说不找的编辑 就是很少 他们都很务实的在讲 他们工作的细节想法跟逻辑 而不大会好像 把自己做这件事情 自己把自己说的很厉害 我觉得这一点是 这一代年轻人 让我觉得他们都很踏实 他们会把工作当作 一个严肃的敬业的事情 去对待 但是不会把这个经验 当作一个好像 要常常去自我标榜的事情 这很棒 我觉得他们都很踏实 都很好 因为很多人确实就是 漫步在云端的感觉 有多少有一点吗 多少有一点 但所以其实这11位 至少这11个领域 11位的这个访问者 他们都非常地踏实地 在进行他们职业上的 一个铺陈 所以这一期的杂志 其实某种程度也是 打破一般人 对于现在20几岁 到30出头岁 这一辈人的一个刻板印象 我曾经跟我们同事聊天 他们都很小 大概都是八年级后 刚才能班的那种学生 然后他们就说 其实他们觉得 他们自己虽然是 网路原生戴 但是他们其实 有更多的创造爆发力 他们懂得更多的 因为可能有网路的关系 就算他们踏不出去国门 可是他们也可以收集到 很多国际新的东西 所以看得更多 会比我们这一代再多出一些些 所以反正会更加的谦虚吧 会不会是这样子 不会耶 我觉得现在年轻人 其实比较有自信 谦虚来讲 但是谦虚跟自信 不是反义哦 他们不是反背的 我觉得 有自信的人 他们不一定的情绪 是 然后所以这好像不是一个 对这好像不是一个 一个反背 也是更有想法 我觉得或许他们 更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对更了解他们在做什么 更知道他们 省去了很多摸索的事情 所以可以透过像这一期 第二十期的 新活水杂志的主题 叫做请回答1985 我们这边访问了 十一位 1985年以后 才刚出生的年轻人 来告诉他们对于 告诉大家 对于工作的坚持 对于未来的想法 还有想象到底是什么 透过这十一个人物 来了解一下 年轻一代到底在想什么 以及我们可以对他 有什么样子的期待 我们今天专访到的是 新活水杂志的总编辑 黄力群 休息一下 现在要来点明明庆座台 所以今天是外送来座台 欢迎回来文化业总 会知名人座台 我们今天请到的是 我们的力群 新活水总编辑 我们刚一直在这边 绕很多的 1985的那个时候 我们的记忆 想象的回忆 那我们现在要进入一下 这个我们 因为刚刚讲 大家就想 那有什么都好想知道 有哪些人 是这一次的主题 我们刚刚讲的 庄佛师吗 宗伟 那其实像余佩珍啊 余佩珍可能大家会 因为是金曲奖 比较认识 超可爱的啊 其实我知道她是神算 她是第一代 通灵少女的前一小 她是第一个 她就演了那个神算 后来那个脚本又在被 被采 就是被用 然后又这么大 就倒了这个 就现在变得很有名 那再来像那个 倪瑞宏 就是 她是仙女流 仙女流 大家知道什么 是仙女流吗 因为倪瑞宏 这个名字听起来 很男性化 可是她其实是个 漂亮的女生 对 就是刚刚那个 立群有提到吗 说现在的年纪 她很有想法 我觉得 倪瑞宏她自己就是 因为她很洋派 可是她的作风 又非常的抬 这个我觉得 她去参加各式仙女比赛 对她真的去庙里面 去拔归 然后去 问神 她可以被这边当仙 对 所以我等一下也很好奇 好像是她的硕士论文 那像那个杨士庆啊 她就是那个 最近那个美秀很红 对对对 然后那个 电火王的那个专辑 还有这个 明佑家 少女的单曲封面 然后魏如轩啊 她的那个末路狂化 都是她设计的 哇我就觉得好惊艳哦 其实都很有自己的特色 对 那像这个金鱼 她就更不用说 谢金鱼 谢金鱼她就更不用说 就非常的厉害 就是说故事的人 她是一个可以把历史 无聊的历史写写写写写 写到变成网红的人 多强啊 对啊 所以在这几个 就是我们的金鱼水的呈现当中 阿力娶你要不要来来 那几个是你觉得印象很深刻的 其实我觉得每一个 真的都故事都好看 因为坦白说 我并不会每一个都跟榜啦 因为我们有11个 那时间上 确实她要分摊才比较可以自行 但是我所 我所比较 印象比较深刻的 其实真的都有 比方说像 佩甄这样 你看她就是 很年轻 其实她就出道 就是不能说很年轻啦 但她很早就开始 拍戏 有一些成绩 拍戏 也是唱歌创作 然后她又经得得进去讲话 但其实你去看她采访 她对自己超级怀疑的 她充满了自我怀疑 而且她也对自己的事情 她不是那么理所当然的 她对于做创作事情 她不会跟你讲一大堆说 我创作就是 为了理想 为了梦 为了爱 不是 她其实对创作这件事情 她非常谦卑 即便她得了奖吗 对 我觉得她还是会 对自己在做的事情 不断的有 反省 当然反省不是她做错了什么 她不断的会在思考 她现在做这件事情 是为了什么 意义是什么 然后她做这些事 究竟是为了 是不是也只是自己的一厢情愿 里面有一个她讲的一句 她说我觉得很多 有些时候我会开始会觉得说 好像我做这些事情 也只是为了自己的一厢情愿 也就是说她的 她对她能够用 就她其实并不是像 这也是很 很不像我们以往 你在很多的类似这样子的故事里面 大家会很努力的讲一些很励志的东西 没有她其实是很踏实 或是很真实的在告诉我们 她在创作的这件事情上 或是她在生活这件事情上 有什么样的想法 或有什么样的 自己的审查 自己不是那种 自己的觉察 对自己的觉察 在自己在不断的在 反过来问自己 她挺要求自己的 对啊 是啊 然后她也很 总是我觉得是蛮有趣的 比方说像 尼瑞宏啊 就是她真的很 ㄎㄧㄤ 就是 很ㄎㄧㄤ 她真的很ㄎㄧㄤ 但是她的ㄎㄧㄤ 不是漫無目的 这样 其实你去 你去看 我觉得她把某一个东西结合得很好 她非常知道 要怎么样把一个艺术家的行为 艺术家的作品 呃 作为一种 她知道要怎么呈现这件事情 怎么去传言 ㄎㄧㄤ到变成艺术的意思吗 嗯 应该说所有的创作者 她其实都还要 要有一个 沟通 她知道怎么去跟 她的 观众 她的读者 或是评论者 或是外界 她怎么跟外界沟通 她在做这件事情 她给他们一个说法 对 那 我觉得她给了 蛮有趣的说法 她虽然ㄎㄧㄤ 但是她其实做事情都 也是 我觉得很扎实啊 就是说 她做每个作品 还是会为了作品没有钱 就是常常想说 我现在没钱做作品怎么办 然后去哪里生钱 这样 那个事情是很 务实 对 我觉得 妮瑞宏她让我觉得 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 刚刚就是力群不断讲 她其实是很务实 在为自己的生活 对 去做计划 然后不是漫无目的的 对 那也不是说 遇到困难就会倒的 对对对 看起来不是 可是她有一个部分 因为她其实在看很多的 智怪小说 对 就是说她自己真的是越览跟 就是博览了非常多的 不管是戏剧 传统的 现代的 然后还有很多的书籍 对 所以让她的作品 其实就会非常的有趣 她在做很精准的传达 对 我觉得这次有一些东西是说 我们访问的这些人 他们都表现出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说 他们会告诉我们 他们是个有影子的人 什么叫有影子的人呢 就是说 他不会是传统 你在做这种 好像非常前途无量的年轻人的时候 他会给你一种好像 我就是很有 不是 他们会很诚实的说 他们对自己的怀疑 然后或是对自己 一些你来做的事情的 的反省 反省不是说 我还是从 扶你不是说他坏 他会不断的在损失 自己做的事情的过程 也就是说 这些他们是很 兼容并序 立体的 然后你会感觉到这个不是一个样板的鼓励角色 他们有 当然他们还是努力 但是那个努力的背后不是立志 或是心灵鸡汤式的努力 他们是会告诉你 努力为什么很难 为什么努力可贵 其实是因为它很难 如果你觉得 我自己的觉得就是说 如果你觉得 努力是一件 讲讲的事情的话代表 其实你根本没有努力过 那其实他们都知道 但是他们已经到了说 他们已经不会再说努力了 因为这件事情 权力以赴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讲 基本上就好像是一个本 他们知道碎裂是什么 就是说他们可以 就像你刚才有提到 不是只是在纯粹的去崇尚光明 去这个荣耀光明 然后幸运的人会知道 自己很多用 借用了很多好运 不会觉得说 哦这是我 就是我很有能力 幸运的人会知道自己有好运 那对 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 都是还蛮不一样 新一代还蛮不一样的态度 所以你有发现说 你们反过这11位 11位厉害 就是当代代表的一些 代表性的年轻人物之后 有发现说 这一辈的35岁以下 然后到20出头岁的这一代的人 他们会不会比较愿意的面对自己 然后比较诚实的说出自己 其实也是会遇到困难 但是我遇到开现时的时候 我也非常勇于的展现表现出来 我觉得这是蛮好的 就是 应该这么说啦 就是 其实 20几到35 已经分了好几代了 以现在的生态来讲 基本上5岁3岁 就是一代 都可以分哦 因为现在已经不是以前那种大段代的时期 现在基本上就是很短就会有一个 世代的不同 世代的转换 但是对 应该是说我觉得 大家比较不会在迷信那一种 光明灿烂教科书式的鼓励 那就是很明显的 就是不是国立编译馆那一批 幻养出来的 我们想要看真实世界会发生的事情 对 或者他们也不会 我觉得也蛮好的 他们并不会因为说现在在做采访 所以就不大敢讲自己心里面的一些事情 可是他们看到我们的采访者都不知道为什么 都还蛮好的 都会很高兴的讲一些自己的真心 我觉得这很好 就是说不用去过于隐藏 而是说在交流的过程当中 光明跟黑暗就是一种流动 它就是能量世界流动的 应该怎么说 那里面还有仿到一个叫做谢金鱼 金鱼是那个真的是鱼儿鱼儿水中游的金鱼 它的比喻是这样子 它很有趣 因为我在网路上follow它 它每一则故事 它也出了好多本书 它把很无聊的历史写到 你看得下去 金鱼是 各位应该会 可能会知道一个网站叫故事 对 它是故事的创办人之一 那它一直都是一个历史的研究者 那它自己也会写作 它写作包括历史相关的写作 它也会写很有趣的小说 类似有点像是类型小说的那种 然后它的研究的领域是 中亚的素特人 素特人 听起来就是不想让我再继续看下去 不会 它用很有趣的辅助 不会 它讲的都会很有趣 它讲素特人 它有一篇最有趣的 我印象最深刻的 它就是会讲那个 它在看素特人的史料的时候 它看到素特人的涂鸦 它看到在那个 它就觉得那张图 应该是一个素特人 你知道史料看起来都是一个非常严肃 或是很认真的事情吗 但是它怎么想都觉得 史料这个它看这个史料上面的这张图 一定是涂鸦 它就是 对 那我可能不太好在这里讲 好像有点就是十八镜 它那个涂鸦到底是什么呢 大家可以去试着找找看 谢俊云的本事页来看 但是它就是很有趣 它可以把历史讲得非常有趣 然后它的故事当然是一个很成功的 网站 对 历史的补及 以历史补及为目的的网站 他们一直都做得很好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有趣的 因为就是说 在它身上其实我们会看到说 因为整个传播环境的改变 那这些本来我们预期是在学术圈里面 或是预期在学校里面 或是预期他们就是在家里面翻着书的研究者 他们是如何利用科技工具 在普及他们的专业 或是展示他们专业 或是甚至说引导或是邀请不理解的人 或是不大熟悉的人 或是像你这样 就是说你可能不太不会有兴趣的人 进去看一下他们在做什么 因为他会觉得说他真的做 他是很真心的觉得那些事情很有趣 他很真心的想要邀请你来参加 那种真心的喜欢其实是藏不住的 对 那加上就说现在其实我们有很好的各种的管道可以使用 所以他在他身上其实我觉得刚好可以看到这一点 就是这种新的传播方式是如何把某一些旧的感觉上 很古老或是很僵硬 也不是僵硬很静态的知识带出来 我觉得这样听绿群说 其实这一代的年轻人也很 某部分算是算幸福 就是说因为有新的传播工具 所以他随时的可以把他 不管是对自己的省察 或是对自己的实验思考的一个方向 然后甚至想做的作品 就透过新的方式来做传播 好像这也是这样子 这就是这一代1985年以后出生 这些几乎等于是网路原生代 网路原住民世代 他们现在正在经历的事情 正在做的事情 他的想法一定会跟1985年以前 已经出生活药的那群人真的是不大一样 我觉得也不能就是直接用1985 我必须还是要再强调是 大家其实不要被1985这个东西给绑住 因为这确实只是一个 我们很粗略的想要讲这个 某一种世代 就观察新的世代的方式 并不会在1985跨年的那一天 所有人的mentality全部都改变 并不会是这样 但是确实你可以观察到 某一种模模糊糊的共性 其实确实在某一个年代之前之后 不会有一个很明确的线 但是它会有一个模糊的群体的共性 那我觉得在这个35岁以下的 多少当然也加上我自己的感觉 因为我比他们大概平均大隔5到10岁左右 有这么多 有有有有有5到10岁左右 那其实我自己在养成的过程 比如说像 网络原生 他们基本上没有那么原生 里面比方说如果你是某一个年纪 比方说你如果是1985的 像金鱼这样子的 或者像佩甄的话 他们其实并没有那么的原生 他们大概也会是在高中左右开始接触 也就是说他过去所有的养成 都基本上还是偏向文字跟传统 但是这个也是有趣的地方 其实你可以看到 说因为他跨两个时间点 所以他好像对两个事情他都有想法 或是他都有一些他的观察 但我是不会真的觉得把这个事情说得这么硬 我必须承认做杂志编辑或做企划的话 我必须提出一个比较让大家容易进来的说法 但并不是真的是拿这个年代一道歉 好那我们这一期啊 除了说有邀请了11位代表性的人物之外呢 那还有先锋人物 没提到大家很期待的先锋人物是谁 这一期先锋人物是优人神谷的创办人刘若宇女士 然后很好看他透露了哪些故事 他讲他是怎么前半身如何打掉重链 整个观念全部改换掉 最后创立优人神谷的过程 那其实可能很多人都会也会知道 他创立的过程或是什么 可是我觉得这一期他有讲到蛮多 他自己的当时的心理变化 因为他到美国去 就等于是说 他创办优人神谷之前去了美国 然后他在那边他突然意识到 或是他突然从别人的眼中 突然发现自己过去在创作 或是在自己看自己都有盲点 然后会顺应着某一种已经建立的轨道 我觉得他会他很坦白的说 就是他完全没有觉察到 一些太自己过去的那些事情 但你要知道在对于一个已经 成熟到一个阶段的创作者 不要说创作者 成熟到一个阶段的人 你要打掉他前半身的认知重练 其实就是一个蛮痛苦的 而且其实也蛮难的 因为你首先你必须接受被打掉这件事 所以我觉得这一篇也很精彩 我不能多说 因为多说的话 好像就把这个故事 也不是爆雷啦 就是我觉得大家自己看 还是希望大家去看 因为每个人体会会不一样 对对对对对 而且有些时候 你在短短的时间里面 转述这件事情 会把一些细节漏掉 对对对对 他还是可以去看 重点就是大家要锁定这一期的新火水 那你可以看到我们这边 如果你是YouTuber的观众的话 你可以看到我们前面有新火水第二十期的杂志封面 他其实有非常多的人物 就是切合这一次的主题 因为这只能于说是介绍12个加上先锋人物的话 有12个人物的故事 所以有一种传记封面的设计感在这里面 对不对 对应该可以这么说吧 对所以说 这一期 第二十期的新火水杂志已经正式发行了 各大的书店啊 通路啊 网路都可以买得到 对不对 是的 所以记得要锁定我们的新火水第二十期的主题叫做 请回答1985 今天非常感谢 名人做台单元邀请到是新火水杂志的总编辑黄丽群 丽群谢谢 谢谢 谢谢 叶总会上档 What's next 欢迎回到网络话 叶总会 我是安心 我是汤A 叶总会上档要带你来拜 拜拜 我们上个礼拜其实已经跟大家预告了 这个在我们12月初 其实从11月开始到12月 我们的万华邦嘎这个地方会非常的老 对对对 幸好我前一阵子我先去过 我想说接下来人好多哦 因为一讲啊 其实那个文董啊 跟这个万华大闹热的粉丝啊 一直很多的民众贯报 问了好多好多好多的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要在节目上 还是跟大家预告一下 接下来会有哪一些活动 好就是万华大闹嘎的活动 对有哪些 上一次我们有提到 其实万华大闹嘎这个活动 从11月18号 一直到12月6号开始 那会有一系列的一个活动 不管是音乐啊 市集啊 还有我们的城市散步啊 还有包括展览啊 还有这个很多的民众 一直来问说 暗幕的时间是什么啊 这个正日的这个暗红跟就是夜巡啊 然后跟白天的这个出损到底是什么时候 所以呢 我们会尽量的跟大家来讲 那今天要特别跟大家讲的是一个叫做 老烈半岛的论坛直播 这个听众朋友一定爱注意 这个论坛直播 其实是在我们的11月25号礼拜三 晚上的7点半到8点15分 这个时间请你锁定到万华大闹热的这个粉丝 万华大闹嘎的这个粉丝团 那里的脸书粉丝团 我们的朱祁琳是什么人 是这个闪灵的主唱 林长卓 Brady 也来做这个朱祁 要邀请哦 现在很有名这个podcast的台通 很有名的主持人 跟我们manga在地的这个吴佩义 议员他们会一起来谈一下 万华大闹热 万华到底有什么好吃 好玩跟老烈的地方 感觉很有趣耶 因为你看你找到台通 可以想象说 这一次的论坛已经非常热闹 一定会 很会聊 然后可以了解一下 所以这是在脸书粉丝专业上 万华大闹热的脸书粉专业上面的一个论坛 它并没有开放大家进去 就是在线上 在线上 对 当然就是说 这个就是要蹭大家 一定要蹭这个流量 为什么要蹭流量呢 因为呀 这个万华大闹热即将要请到很特别的贵宾 谁 白沙屯妈祖 啊 粉红超跑要来了 贵不贵 很贵 然后我们的北港妈也要来了 对 而且北港妈 她还要坐这个台铁坐火车 到我们manga这个大车头 然后呢 青山爷就会在这边等她 在火车站吗 对啊 万华车站哦 她要搭火车 她当哪一班可以告诉我吗 我去买一下车票 请追一下那个万华大闹热这个脸书 我想追一下旁边 要要要这个一定要 因为很多人来问啊 对啊 是不是很超重量的特别来听 好好玩哦 很好玩 所以说这一次的万华大闹热 还有一个叫做青山开趴特展 他们要来开趴了 开趴特展也是我们这一次万华大闹热这个活动的系列之一 因为它是一个展览就在剥皮寮 我们在地的这个台北市乡土教育中心 其实就是传统我们讲的剥皮寮这个地方 它的展览会从11月27号到12月20号 礼拜一会修馆啦 那大概每天就是从9点到下午的5点 大家可以去看 那有什么好看呢 我们总要知道一下青山王哦 他这个张捆将军 要叫哈喽一下 我们就要了解说他的历史 因为他通常他的这个美年的生日 是在这个农历的10月23号这一天 今年的国历12月7号是他生日耶 对 所以就是因为他生日所以会绕境 那他传统上在前两三天就会开始 他刚才有说的 不管是这个日孙 还是说暗日 例如就是白天的这个 大家都能够看到他 大拜拜 然后晚上的夜巡 其实也听说都会非常的热闹 那在这个展就会告诉大家 这一些由来跟历史 那其实也会有很多人会想要来 这个看一下 抢这个香火袋 其实在现场都有很多文物 大家可以看 对所以大家记得 如果你想要到 最近北部也有一些推一些国旅方案嘛 你可以到北部来 来到万华来逛一下 像我们刚刚讲的说 现在万华跟以前已经不一样了 也可以跟青山王来讲一下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然后其实这个暗红的这个布 大家都一直在问这个路线是怎么样 那今天我们有准备了这个图卡 当然你可能看荧幕还看的不是很清楚 那请大家上万华大楼内 这个脸书粉丝专页 还有文化总会的脸书粉丝专页 那个小编很辛苦啊 最近很多人都在问问题啊 比如说这个日孙的时间是几点到几点 暗红的是几点到几点 哪一个路段到底有没有 那那个青山宫里面的神明是红色还是什么色 哇这个每一个人都有好多好多的意见 还有分颜色 有 有它的阴阳丝 它都会分 就是它会有这个 就像黑白无常啊 了解 或者是我们的这个 像妈祖的千里眼顺丰儿 他们都有不同的这个面相 所以大家来看这个地图 今年这也是史上青山王要绕境的时候 首次出了地图 而且会开放民众夺取 对 大家一定不要错过 其实呢各个神明的大拜拜 或者是一些祭典啊 仪式啊 全台各地到处都有 然后每一个的形式 其实大部分都是大同小异 如果你想要来看到不一样的大老类的话 请你记得一定要来参加这个万华大老类 你可以看到传统跟创新可以怎么样的结合 因为小时候我们看到的大拜拜就是那个 气啊 不一样有没有 然后就是在那边晃啊晃 我觉得晃啊晃这样走过去 可是现在大拜拜 他加入一点点的创新到里面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惊喜 甚至连小朋友都有可能会喜欢 但是我要回应一下安心 安心这样讲会有很多这个觉得这个顶陶文化 因为其实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大老类 反而是会把很多传统的文化给拉出来 因为这次会有很多的宣设 我们传统的宣设还有我们的顶陶都会一起来大会集 会让大家看到什么叫做真正的这个绕境的一个传统的这个 颐科颐他应该是怎么样 更加认识他 对对对对他其实是一个认识的过程 对就是让你认识你不要去排斥 把一些刻板印象把它拿掉来参加这个大拜拜 也祈求自己呢来年我们都很希望2021年都可以很平安 对不对也可以一起来参加 然后了解新山王认识万华也来玩一下哦 所以记得这个万华大老类的活动期间呢 你要锁定文化总会以及万华大闹热的脸书粉丝专业 相关的活动呢都会放在上面 让你等着你来参加 这是今天的夜总会上档 那文化夜总会我们下礼拜见哦 下礼拜见 拜拜 by bwd6